回徒弟 來熊華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五年來大力推動 全國原住民教會族語日 期待每年透過這個日子 各族可以用多元的語言和文化 在主日獻上敬拜 不僅守護傳統文化 也與信仰密切結合 幾乎現在所有的原住民的部落教會都一樣 我們幾乎都必須要使用雙語 才能夠讓大家聽得懂 我們在做什麼 我們在講什麼 那這也是我們舉辦主語主日的主要的原因 希望有一天我們可以一氣呵成的 從頭到尾都完全足以化 我們知道大家到平地 接觸外面的文化 學習各種的知識 相對的母語的接觸就比較沒有那麼多了 那接著禮拜 也可以找回原來我們文化 語言的那種價值的那種信念跟珍惜的一個感受了 除了全台各地原住民教會 新北市政府也於7月27號 在新店碧壇舉辦原住民族日十歌音樂會 來自新北各地的原民教會齊聚 開心搶食敬拜 將榮耀歸於上帝 既然這個音樂會從101年開始 我們就邀請新北市所有的長老教會或者是天主教會一起來參與 主要是希望能夠透過教會的詩歌特別是用族語的詩歌來讚美然後來敬拜 當然我們用母語敬拜上帝這個是最榮耀的事 因為我們也可以透過我們自己的文化上帝所賦予我們的 我們來敬拜這一位真神 唱著熟悉的母語快樂享受在歌聲當中 在族語主日期間全台16個原住民族 都用他們的方式稱頌敬拜上帝 都用他們的方式稱頌敬拜上帝